民眾透過手機掃描螢幕上的QR Code 跟著虛擬教練的專業教學 75秒內完成徒手深蹲20下 就可以獲得20元獎勵的Line Points點數回饋 台師大張少熙教授表示 運動活力機主要構想是透過有效簡易的身體活動 初期以徒手深蹲動作 幫助捷運通勤族鍛煉核心肌力 在兩年半以前 因為一個簡單的理念 為了翻轉城市的運動文化 所以我就邀請了全豐事業的余貝蒂總經理出資金 然後也邀請了工研院林俊彤博士 一起來開發技術 共同向國科會來申請產學合作的計畫 那也很榮幸在非常多的競爭者裡面 我們這個計畫就脫穎而出 獲得了國科會初期的經費的補助 但是計畫在去年7月31日就結束了 我們就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就有一點沒一點就這樣做 做了一年 今年終於在我們四大新章控股公司林雅萍執行長的鼓勵之下 幫我們做好的視覺設計 所以我們就把它呈現出來 另外就是這個殼還有今天記者會的所有的 是我們展昭國際企業股貝有限公司 他來給我們協助 他說這個沒問題包在我身上 所以我們就能夠見據儲刑了 但是萬事俱備總要有一個場域 所以我們就跟台北的捷運公司來商量 是不是用運輸創新計畫來把這樣一個好的東西 能夠呈現在大眾的公共交通場域上面 但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所有東西都弄好了 但是有沒有誘因呢 沒有誘因 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至少做完深蹲能得到一點鼓勵吧 所以我們就很斗膽跟我們的台灣運動採券公司 林柏泰總經理來提案 那林總經理基於推展全民運動 還有創新運動科技的發展的這個理念 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 他一口氣就答應 所以我們今天做了深蹲20下 能領20個Light Point 全部都是台灣運動採券公司全額來支持 一直到9月30號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所有很多 還有我沒有唸出名字來的 一點一滴的協助 我們希望這個深蹲機只是一個開端 未來它可以更加的擴展到每一個點 讓台北市的市民的生活 跟生命的素質 生活的品質 都可以大大提升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 我們聯博社我們AI的探讀 是具有哪些方面 動作要達到什麼樣子 它才會算一下 現在動作的話 主要就是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你的主要軀幹 就是你的下肢 跟你的軀幹這邊要蹲得夠低 那另外一個動作 就是你的手部要一起配合 所以像剛剛我的手沒有在正確的位置 它就是沒有辨識出來 所以它的動作基本上要做到蠻標準的 它就是一個全身性的動作 還有協調性 手腳都要配合 那AI就會幫你標準的判斷 所以除了蹲得夠低 那手 那因為它是智慧判讀 所以其實我們星期五在試做的時候 就算是穿著長裙的女生 也是可以判讀到動作的 所以如果說只是上下班族 在經過我們這台運動活力機的時候 要來試做都是沒有問題的 用75秒的時間 運動活力機運輸創新合作計畫 是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的延續 結合產業學術研究三方跨單位 初期營運模式以公益推廣 及促進身體活動為目的 若成效良好 達到累積1萬人次使用目標 將評估第二起計畫 那事實上台北捷運公司就是迄今 今年大概就是每天的運量 大概有200萬 所以是相當龐大的一個數字 那基本上台北捷運公司的一個使命 在提供安全可靠親切的運輸服務 那追求永續發展 所以就是也很榮幸就是跟張教授的團隊 有這樣的一個合作 那就是就我了解 我們在跟張教授就是做這樣聯繫的過程當中 他似乎就是提到說今天這個運動活力機 那另外有一個諧音 諧音的梗叫做運動活力機 那事實上就是 事實上在各位就是這個深蹲篇的一個設備的前面 就是如果你在75秒內 那就是達到20下以上的話 那就是可以得到20點的line point 應該是蠻實用蠻好用的 那希望就是透過這個場域 那我想就是也讓整個民眾啊 有這樣一個運動的希望 我想這是絕對所有人都認同的 那不論在各個年齡 那我想從小到年輕到中老年 我想我們就是 雖然台北捷運提供的是一個運輸服務 但我們也希望就是人們在追求效率安全的過程中 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我們台灣運輸最主要是協助我們教育部體育署啊 來發行這個運動彩券 然後讓民眾呢 透過買運輸呢 可以幫助到國家的體育發展 那所以我們的初衷 其實是希望國家的運動跟體育呢 能夠這個持續的一個蓬勃發展 當然能夠推廣到全民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運動呢 對我們國人的一個身體健康 還有整個這個國力的一個提升 都很有一個幫助 那深蹲呢 對我們的這個體能啊 各方面的一個增進 是很有幫助的 那對健康是很有幫助 那應該要好好推廣 現在16噸我們再增加個4噸 變成20噸 我們到20噸就有20塊錢的賴點數 那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的計畫 這台運動活力機設置在台北捷運 中正紀念堂站5號出口 街頭藝人展演區旁 利用暑假上架試辦三個月 系統自早上8點到晚上8點開機期間 都會有專人從旁協助指導民眾 提供諮詢服務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 公開店 是 公開 公開 公開